ODC 早安給大家看看今早的景 真的好美啦 實物體更漂亮的 因為它有很多海港的位置 很漂亮 小小好漂亮 好漂亮 不是小小好漂亮 好漂亮 早安 今天來到Day5 我們現在會查出環濱的這間酒店 準備出發去熱海 帶豬仔去一間非常漂亮 星野度假村旗下的一間親子酒店 非常適合小朋友玩 我上網看了所有的影片 他們的相片和介紹 真的超級期待 這個是上次沒有吃的遺憾 阿富里拉麵 今天我們一開店就來 沒什麼人 小朋友餐具都很可愛 很期待 是很清的 好像鹽再加柚子 麵是硬硬硬硬硬 好有咬口 我平常都不喜歡吃硬麵的 但我覺得這個也不錯 它是很特別的 麵 菜都很配 然後吃一下叉燒 叉燒很好吃 有煙燻味 但真心 我不算很喜歡這個湯底 我好像習慣吃濃郁的湯底 我們在公室裡 我們在公室裡 他可以幫我們幫忙 嗯 駕駛了個幾宗車 駛回曲折的山路 終於到了 現在 看看這個山上的環境 是真的 什麼都沒有的狀態 還有 我們家酒店的門口 看這裏外面的景 是多麼震撼 哇 真的很美 我們轉頭的房間 也是會看到這個景的 嘩 這裏很貼心 Check-in的時候 可以讓你選小朋友用的用具 可以選一個牙策 然後可以選一條 小橡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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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張時卡也很美 HOME TOUR時間耐料 一進來有鏡子 轉彎這個位置 原來已經有一個隙間 阿波在掛東西 有一個放行李的位置 接著計劃過來 你看它很貼心的 有小朋友拖鞋 紙拖鞋和浴室拖鞋都有 然後呢 這個位置 就是廁所 廁所都超級輕人 因為它是有腳踏 給小朋友去洗手用的 然後有日本最經典的洗手間 有浴缸的 它可以繼續浸浴 出回去 嘩 這是什麼來的 等一下 等一下 廁所對面這個位置 咦 有個和室 有玩具呀 看到呀 看到呀 這個是 真是衣櫃來的 有 隔膜那種 然後這個旁邊是 平時多拉夢睡覺的位置 即是榻榻米的皮鋪 好 哇 多開心呀 是不是呀 到真的房間的位置 那它主體是用了藍色 然後再配了一些白色的傢伙 梳化位 電視機 然後這裡呢 是有兩張床 咦 它為了怕小朋友跌 應該就在這裡攔住了 那我們三個睡 那豬仔就不會滾過去 來到最正的露台位啦 哇 這個景多正 哇 好美呀 朱仔你不要過去啦 不要過去啦 我們朋友在隔壁房 我今早特地沒有幫朱仔摘好頭 因為知道它搭長途車一定會亂 所以現在才幫它摘回 還有這件已經是最小的浴袍了 但也好像太大件 但也好可愛呀 是不是呀 我們去11樓那個人造沙灘那裡拍照 免得天黑了 待會再回房間吧 我剛剛幫朱仔在房間拍的照 都挺可愛 我們選了這個位置坐下 很棒 她的衣服散光了 海中的這個浴袋 會在四年裡面 吃一會兒 不然 它們的尺寸 對 我還有一看 刺激 噓 這裡還有一些書是可以給大家借或者買的 小朋友也可以看一下 雖然是日文 但是有些都OK的 或者有些是英文的 我們在這裡鬆了和逗留了幾個小時 喝東西 拍照 玩一下沙 現在先去九樓那邊看一下 然後我們就預約了6點吃Buffet 就在這裡的餐廳吃 我是九樓的Playing Area Haley 波波池啊 我們大家都覺得自己可以休息了 Bye Bye 爸爸媽媽來這裡最開心就是可以放下 我現在可以坐下了 很開心啊 她說要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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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看到嗎 有些手信 然後有些小型的玩具 雜貨賣 都可以的 可以走一會 這個很棒啊 我看到冬日限定是卷蛋 還有這個巧克力大福 她說要這個便裝公主 她說要這個便裝公主 然後剛才選了這個媽媽袋 給我看看你的媽媽袋 嘩很漂亮啊 媽媽媽 我會買 一本一本 你把這兩本放進去 嗯 放進去 買了這條很可愛的貓貓毛巾 都是2000多yen 然後我買了零食 還有剛才說過的那些大福啊 卷蛋 我說服了豬仔不買一本公主寶 買了這個貓貓的 還有 芥末豆 轉天晚上吃 然後 這兩本寶買給我們朋友的 你看看 他們很貼心 會弄好小朋友的椅子 還有會給買一個bip的 和大家看看有什麼吃 那這裡有些熟食 餃子啊 肉啊 炸雞啊 薯條 這些適合豬仔 攤牌是有英文的 都可以很清楚知道自己是想著吃什麼 對 然後這邊有些熟食 然後有些pasta 不過就未refill 這裡有些日式的食物 是那些魚蛋 這個是明太子那類 然後呢 有這個腐皮烏冬 好正啊 好喜歡吃腐皮的 還有一些典型的日式麵士湯 然後應該是飯啊 粥啊那類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很開心的部分 就是有很多山的東西 這裡是一些西式一點的魚山 然後這裡是有些羊 有些蛋葛 然後是起司和車尼茄 Sashimi 三文魚 旁邊這個Friend 還有呢 有非常之驚人那麼多的tuna 超多勁大塊 有豪不韌式 這邊是有些salad Cesar salad 的dressing 還有這裡是有些煙三文魚 雞胸 沙律菜 免費的野飲 還有甜品 Green Tea Tiramisu 超級吸引 然後就有 Chocolate Banana Cake 還有Cheese Cake 好值得補充一下 這裡帶小朋友來呢 他特地有個位是吃鯉魚食物的 有些糊狀食物 然後有些肉丸 這個豬仔都很喜歡吃 然後有些豆腐 蘿蔔 還有有竹仔 大家就不用擔心了 那些吞拿魚呢 不腥 然後是沒有筋 超棒 吃一下牛肉隔了一塊菇 好像在吃Tampanyaki那些菇 好吃好吃好吃 吃完魚生先 好吃喔 開車大概兩三分鐘的車程附近 還有一間超大的EON 撞正 現在是士多啤梨季節 超大 看到嗎 樓上還有藥妝店 剛剛走了 這裡吃早餐的風景都很美 今天早上更美 現在很棒 今天快要吃 吃剛剛好 吃了 很棒 做什麼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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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可以自己買一些紀錄或工作室自己做的 我打算買這兩隻鹽繩 好像他們兩姊妹 老虎仔和蠔仔的雙架都很精緻 這是橡皮 這是橡皮 然後還有鎖匙扣仔 然後豬仔說要穿一條手鏈 我現在陪他穿 我可以買一條手鏈嗎 什麼? 我的姊姨AILA 我需要一條手鏈 AILA? 她有一個姊姊 哦 這是橡皮 老姊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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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姊 爹野髒 護衙 S性和酷! S性和酷 你知道人YEGIN 他的眼神 跟店 剛才 將 其實現在已經是12點了 因為我們今天有得累 check out 我們還要開兩個小時車才去到的士里 其實今天進去已經很晚就是天黑 本來打算早點走的 因為不想那麼逼 但可能現在怎樣也要看完巡遊才走 儘量在煙花之前走 我想就會好一點 跟我預計的時間一樣 現在3點鐘終於可以開始拍車了 但我真的很急了 就要爆炸了 我覺得自己今天真的有點想不開了 我今天竟然穿了裙子 現在3點鐘已經感受到有多冷 那支東西也會怎樣呢 但我已經穿了heater和第一頸巾了 很多年前我們兩個是有來過東京迪士 我們是去迪士尼斯 然後現在很多年後再來 已經多了一個3歲的BB了 不是 是一個3歲的小朋友了 這個旅程還沒完呢 已經想著明年再帶豬仔和妹妹 和公公婆婆一起過來 去富士山浸溫泉 然後再再來一次東京迪士 只是進來門口的 souvenir shop 已經覺得很開心了 就看門口買的東西已經是漂亮很多 還有街寬很多 靠谷他們有很多不同的味道 這個是甜的 剛才那個是saya sauce and butter 好搞笑呀 很隨便的 有一隻紅紅在這裡 會到處跟人家打招呼的 啊 原來還有他們呀 啊 哈哈哈 哇 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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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Access Boss ader 剛剛看的這個打招呼 他是不能拍香的 如果你喜歡史德仔也可以來看 因為他是夠 anchor五分鐘去進去 按他小小唱歌表的 現在有很多霓雪舞 之後也很像真的 ���dy spaghetti 你看打招呼 《快樂之鬼 Pig》 天召開 生也互淚 忘了 本身是沒有任何期望啦 但是超可愛的 裡面的熊仔超像真 然後它的細節做得很好 表情也很生動 整個感覺都好像真人扮一樣 我覺得很有驚喜 好好看啊 這個Peter Pan Flight要排25分鐘 我們晚一點才玩 都幾多人 我們現在走過來 這個是小朋友最開心的地方 這個跟香港很相似 它是有一個不同顏色的Dumbo 前面是Merry Go Rounds 然後再過一些 我已經看到少少世界的蹤影 是豬仔的最愛 今天真的一點都不多人 今天大部分遊戲都是差不多直入 或者剛才最多那個 其實都是看到排半個小時左右已經OK 這個應該跟香港的Winnie the Pooh是差不多 只不過我場景轉了做白雪公主 完全不像Winnie the Pooh 大家如果小朋友心血少一點 千萬不要玩 豬仔已經很大膽了 但他剛才也很害怕 因為是很黑 很像鬼屋的感覺 而且黑的時間太多 然後還可以走雷閃電 我想大人有時候 如果怕的 小膽一點的 可能都會覺得少少害怕 所以完全跟香港的感覺是不同的 我們試試玩旋轉木馬 也是完全不用排的 超好啊 現在天氣很漂亮啊 咖啡杯 設定跟香港一模一樣 然後就是旋轉木馬 過了旁邊玩咖啡杯 我們是排第二個 但我們後面暫時都是只有兩個人 所以應該是只有三個杯有人 真的很少人啊 我們來的這一刻 這裏比較漂亮啊 還有好像再大很多啊 Hailey一定很開心 她最喜歡小世界 香港可以坐五次啊 我的女孩 ... 這是我 穿了 我 說 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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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差不多7點了 實在太冷了 然後我們已經把豬仔最想玩的東西玩好了 他都答應我們覺得可以離開 現在就去souvenir shop 逛逛 還有拍照 然後我們應該會出回我們今晚的酒店 叫做千葉院的酒店 因為我們明天就會逛Outlet 然後就會離開 我應該在今天這一天就是最後一天的Vlog 明天就會逛逛逛逛逛 然後再出機場 就應該不會Vlog了 我應該會不會Vlog 我應該會不會Vlog